谁会拒绝一只金色的螳螂呢 金色的螳螂我也是第一次见 哈喽大家好我是Frank 之前也是和兄弟随口一说想想螳螂 于是他跟我带了这么多只来 其中居然有一只金色的斧汤 好漂亮啊 第一次见到金色的螳螂真的好漂亮 接下来要给他们泡泡澡 怕有铁线虫 这个小家伙后腿有点激情啊 但并不影响他的美啊 哎小家伙你是听到我夸你了吗 把这只金色的斧汤放入水中的瞬间 他开始螳螂泳 螳螂泳泳看过没有 看来他体内并没有寄生虫 以为了螳螂有盖力携带铁线虫 铁线虫在浴水以后 就会从螳螂的身体内钻出 而当铁线虫觉得石机成熟以后 它就会控制螳螂来到水边 我曾经在浙江的溪流里面 见到密密麻麻的螳螂坟墓 那条小溪只有一米多宽 十几公分的水深 水非常的清澈 但是水面上密密麻麻 全都是螳螂的尸体 而水里都是扭动的铁线虫 所以如果你去山里游玩 即使见到清澈见底的小溪 也不要去直接深喝他的水 因为里面很可能会有铁线虫的卵 或者是幼虫 其实铁线虫在野外很常见 但是这次运气极好 这几只螳螂都没有铁线虫 正常的螳螂是不喜欢泡澡的 泡完澡立马就飞走了 家里养不了那么多螳螂 挑选一个比较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 然后放生几只 这是一只中华大刀糖 分布很广 上海这边也有分布 走你 可别再被抓了 这只金色的华斧糖 准备留下来 看看能不能繁殖一下 谁会拒绝一只这样的小可爱呢 只要拿捏得当 它并不会潜你 只有当它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它才会夹住你的手 确实挺疼 一般情况下 它对人类还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人类并不在它的食谱之中 但是这只蟋蟀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被它捕捉以后开始大快躲移 一到家就开口了 状态不错 希望能顺利繁殖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